你是否有過在期刊裡面 真兵找不到人的經驗呢 或者是進去村莊的時候 完全沒有人鳥你 就算你拿 就算你起碼撞他 也沒差 接下來 TXT的教程 讓 這個 對你完全沒有感覺的村莊 變成 這個樣子 好的 我是鬼頭元帥 今天 我的這個 教程呢 是要教你們 如何 如何 修改 在城市 請客喝酒 及村莊的好感喔 首先 你要打開是這個 COMBER開頭的 記事本 然後呢 在哪裡的 然後 再把 這 這一段代碼 複製一下 好 然後呢 然後呢 你往後面找 我們只要找到 2770 對 就這邊 這個 這個一呢 就是 請他們喝酒 會增加的好感度 請城市喝酒 會增加的好感度啊 所以說 我們就把它改成 嗯 一拍 然後 把這整段 扶植下來 切一下 然後呢 這個 程序動作有點麻煩 所以 我推薦你們 開一個 另外一個資料架 把這一段貼上去 這上面兩段是我之前做的 做的 做的同樣的實驗 然後呢 接下來 我要告訴你們 怎麼 把這個時間 加快 讓你可以一天到晚 請人喝酒 而不要 每次都 等很久哦 好 總之呢 然後 然後 往後面看 會不會看到這個 2432 那把這個 24 改的小一點 我就改的1好了 然後 儲存 接下來 再 開同 開同樣的檔案 然後呢 搜尋 這段代碼 這段就是 找村長賣牛 然後你要把這整段 的前面這邊 複製下來 然後呢 到你剛才 的資料夾 把從這邊到這邊都複製貼上 像這邊 953 4095嘛 我把這個 剪掉 然後 把它 換成我剛才 那一段 資料 然後把它 複製下來 然後呢 把 這段資料 這段數據 貼到它 最後面 然後 把它 儲存 關掉 然後 再 打開你的 錫卡 然後 進入地圖 然後 其村莊裡面 逛逛 道場 跟村長講話 然後跟他說我要買補給品 你看 會有兩個買鮮牛 所以說我就按 下面的這個買鮮牛 你看 跟夏普特斯的關係提升 那 我就走了 然後呢 現在是99 按照木製圓兵 32個維基亞遊擊射手 嗨 超爽的 這樣子 重複這招好幾次的話 我們就是 卡拉迪亞中的大王 好 好 以上就是 這個修改 那我們 這集之後 再去跟一個村長抬槓 再結束 不過 我要先提醒你們一下 如果你沒有把它修改 喝酒的時間 的話呢 你去酒館 你發現一件事情 你明明沒有請這邊喝酒 他卻不給你顯示 所以說 意思就是說呢 如果你 你用這種方式提升一次好感 24小時之內都不能做同樣的事 因為酒館的是算24小時了 但村莊沒有 但你在村莊請了喝酒 酒館的 酒館就得要再等24小時了 所以我等 我再等酒一點好了 所以說就要多多等一下 多等一下才能用 那我們 這集實況就 先到這邊結束了 以下是我的 修改村莊好感 杜德提前開始提提交纏 那我們 下個禮拜再見